副款有两个色,这个是灰色,手拿着这个是浅灰绿色的颜色,再淡色多一点 这个是一个皱纹的布料,直坑纹 是一个滑身的布料,布料没有弹性,有点弹性 它整个的副形是宽松感为主,但它是宽松得来不拍的 因为它的剪材令到副款很有立体感,一点都不太聚的布料,一点都不太肉 可以打个捷给大家看一看,再介绍它的细节位 这个是一个直坑纹的布料,它是三尺的 另外它的副款因为它的剪材比较特别 正常的剪材,大家可能会想到是内側骨的位置做一个拼接位 你会看到这款是在中间,大盘骨再前多一点的位置做了副款的形态 做了剪材位,侧骨就没有了,没有了侧骨位 内骨是有,内骨是有,变成了侧骨的位置移向了大约去到盘骨对落多一点的位置 它副款出来的效果都是相当之有圆筒状的,很有立体感的一个圆筒状 因为这种布料,它这么聚,有时也有机会会撻肉 有机会有的,这个就不撻肉的 打側这样看,你都会看到是一个很工整,很圆处体 圆绿绿的一个处体的一个状态 完全不撻肉的,很舒服的一个飘逸感 对了,打得太硬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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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了,这个也是一个顺滑易打利的一个质地 非常之豪,非常之满意 这个,FREE SIZE 对了,它的衣维呢,有一个拼式,刺繡字的Style 还有一些心心 这个是一个侧袋 所以整体的观感上,其实都是偏向少少斯文一点的路向都配襯到的 如果你说不喜欢条带的,可以把它盖上去 如果你说盖上去的情况 我自己觉得它真的比较接近一个西库的库款 对了,就多于是一个好像休闲库 对了,因为你看到条币的那个款式上 会觉得是休闲感或者casual一点的 对了,casual一点,休闲感为主 但如果你说cover了它的状态下 我偏向觉得是比较斯文了 或者再偏向去西库类的款式 因为除了这个位置你会觉得casual了之外 其实整体的库馆或者一个库营 剪材上我都觉得它是真的接近去到西库的造工的 对了,还有布料上,布料上我都觉得是很满意的 对了,不要说casual或者西库先 对了,首先说了它的布料,我是很满意 打了结扯完之后 我刚才还在说,哎,扯得太紧 对了,那么状态下真的是一个很smooth 很完全没有东西的状态 可以很顺滑地呈现出来 那么那个布料就已经是赢了的了 对了,那所以不要断定 不要说是一定casual或者西库类 对了,那布料就一定是舒适的 还有有一个很漂亮的库馆 如果你说在配衬上的 你可以在因为那个自己微调的状态下 呈现到一些或者不同的风格 好像我现在这样 我想说出来的观感上是斯文一点的 我就比较建议遮了个bell位 对了,条带位 对了,胶带位 对了,胶带位 那个感觉会斯文一点的 如果你说喜欢casual一些 或者都当它是一个买点 自己都喜欢show这些 detail出来的 那就没什么所谓的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对了,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那你会见到heap的部分都是不太肉的 对了,heap的部分都是一些都不太肉的 那都是宽松的库馆 对了,有个很强的垂序感 亦都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库馆 统形 对了,圆统形的库馆 对了,圆统形的库馆 那你也是相当满意的了 好,那我现在照换了个 浅灰绿色先 那我换一换个上身 我觉得 对了,要趁浅色的 是 我配搭了一個Casual B的拖款 這是一個直坑紋的拖款 手袖部份打了一個閘口 我覺得這個灰綠色適合搭淺色的顏色 所以剛才那個灰紙就換了去 搭這個造型給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條Bel是一個賣點 你可以選擇露出來或不露出來 但你的布料易打你,垂罪感就強 Cutting也有一個很漂亮的褲子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漂亮的褲款 我沒有很難界定究竟它是休閒還是私密 我自己也有一點取捨不到 選不到它屬於哪一項 所以真的看自己配襯的方向 當時的想法 我覺得沒有什麼界定這個褲款 是屬於哪一個種類 我是這樣想的 好,說回頭的配襯 或者可以這樣配襯 配襯一些軟一點的顏色 我現在這個是淺灰綠色 都實色 不透不撻的 我現在配襯了白色就最穩陣的 其實配襯這個奶茶色都漂亮 都是一個軟一點的顏色 如果你喜歡很近的色調 這次也同樣地都是一個薄荷綠色 Mint的顏色 清新系列 清新系列都可以這樣配襯 這個… 我忘記了拔個腰給大家看 腰圍 給大家看 這個是3 size 幸好現在是group來的同一條片 這個是3 size 但性度相當之好 旁邊有兩個袋位 各自一個的袋位 這個淺灰綠色 就會明顯地看到骨位 是前向的位置 側骨就沒有了外側骨 有內側骨 不撻不成的 非常之易打理的一個質地 布料和cutting 完全取勝的